4月16日是香港大紀元的印刷廠 在緊急抢修之後回復初暴的第一天 一大早在各社區附近約150家報攤 都能再次看到大紀元時報不被過濾的新聞 此前一天香港幾乎所有報紙的頭版 都被中共的廣告 國家安全護我家園所佔據 有市民感慨 沒有大紀元 誰護我家園 國際投行摩根大通日前警告 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以及A股表現不佳等 諸多原因令A股出現了複製2015 2018年股災的跡象 中共黨媒南華早報稱 中國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報告指出 中國軍民融合戰略扼殺創意 而國家的主導角色阻礙效率 使中國商用航空產業落後國際競爭者 該報導一出等同官方認證 中國強調軍民融合將使中國航空產業 難與國際一爭高下 4月15日前美軍特種作戰司令部參謀長 塞林博士在他的推特上接連發出四條中文推文 第一條推文中寫道 我支持中國人民 我拒絕中國共產黨 並配圖CCP Metavirus CCP 不等於China 引發眾多中國網友關注 許多人對他關注中國及中國人民表示感謝 新唐人雅代電視正麗報導 是愛第二條線 橫 Kin utility 第一條線 四條線